讲好故事,有办法 编剧行业流行一种说法 世界上只有一种故事 就是英雄成长的故事 英雄成长的故事包括一些重要因素 例如,英雄多半是被动的 是一个不愿卷入纷争与险境的小人物 他们因为生活中的突发事件 踏上了英雄成长之路 他有一个导师 导师会在中途死去或离开 留下英雄一个人面对困难 英雄有伙伴 伙伴通常不如他 但却能在关键时刻给英雄与支持 有一样显眼的非同一般的道具 有欢乐时光 有60分钟机吻 有黑暗时刻 有巅峰对决等等 还有一项最重要的 就是一个强大到不可战胜的坏蛋 坏蛋一般不认为自己是坏蛋 他甚至拥有一个崇高的理想 这个理想是疯狂而不可理喻的 坏蛋也许生活中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人 他们往往站在上帝的视角 内心却是魔鬼 高明的坏蛋都有精美的包装 并且极富魅力 或温文尔雅 或微风淋漓 可能是智慧幽默的 甚至是某种道德的楷模 这种魅力能使观众对他们产生复杂的感情 甚至在某些时候感到同情 总之大坏蛋具有正面角色所拥有的诸多优点 几乎所有的电影故事中 都有一段极其精彩的坏蛋宣言 这个宣言通常会告诉我们他为什么是一个坏蛋 他成为坏蛋是有充分理由的 是有价值取向的 当然深入探讨 就会发现坏蛋的逻辑经不起推敲 写好坏蛋宣言 通常是导演编剧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电视剧《亮剑》中有一段山本审讯被俘的保卫干事 朱子明的精彩对白 平静 理智 甚至颇有礼貌的山本 把杀人的细节描绘得细腻入微 极具专业性 令人毛骨悚然 电影《风声》中 被伪军特务处处长王田香请出来的 能让死人说话的六爷 谦卑有礼 手中银针无枉不利 另挺过无数酷刑和恶犬撕咬 拥有钢铁般抑制的女特工招供 场景及人物特质令人印象深刻 我们在故事中创造反面角色时 通常会深入思考角色的个体行为和价值观 推导它所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的影响 这称之为人物的社会维度 社会维度进而奠定人物的心理维度 优雅 专业的犯罪角色的形成 与这些因素密切相关 反面角色在成长过程中 会受到社会中某些权威人物或文化的影响 习得了以优雅和文明的方式演示犯罪行为的策略 比如盖里奇的电影秘密特工中 那个被烧死的大反派 在给绑在电影上的美国特工通电之前 放了一段描绘自己心路历程的小电影 生情并茂 娓娓道来 呈现出极度自恋的心态 同时也展示了他是如何从一个羞涩的小男孩 变成一个变态杀人狂的 这是一段标准的电影故事中的坏蛋宣言 有一部有趣的悬疑犯罪片《遗霜密文》 一个孤独变态的老女人 利用人们的善良 引诱控制她喜欢的年轻女孩 以满足她怪异的心理诉求 面对试图阻止揭露她的人 她会毫不犹豫地开枪射杀 并且还跳着优美的舞步 并熟练地演奏几下钢琴 她作恶拥有一套堪称完美缜密的说辞 外表温文尔雅 内心扭曲而残忍 优雅专业的犯罪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昆丁的电影 《无耻混蛋》中的汉斯兰达上校 开场她审讯藏密犹太人的老实法国农民 喝牛奶 贵族范儿的使用发旧的真皮公文包 给高档的钢笔灌蓝色墨水 彬彬有力的亲吻农民女儿 展现绅士风度等系列动作 和她最后下令开枪杀人 做了鲜明对比 还有在高档餐厅中严格按照流程吃苹果派 加上她抽烟的优雅姿势 每一个动作都给受到盘问的苏珊娜 带来巨大的心理恐吓 兰达上校在剧院休息时礼貌对待英国女演员 最后却突然跃起亲手掐死了她 而不是拔出枪来 这一令人意想不到的场景令人惊骇 这种优雅与残忍 精致却有变态的杀人行为 不仅是为了达到目的 更是一种对权力和控制的享受与炫耀 兰达上校的行为动机复杂而多变 他聪明且具备高度的自我意识 这使得他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纳粹执行者 而是一个主动参与并推动纳粹暴行的策划者 他对自己的行为充满自觉 并从中获得快感 尼采在《善恶的彼岸》中指出 人类行为并非绝对的善或恶 而是在不断的权衡和选择中体现出复杂性 所以在影片结尾处 兰达上校出卖了纳粹 寻求与盟军达成交易以确保自己的利益 这种行为展示了他的道德灵活性 和对个人利益的高度关注 所以兰达上校并非一个缺乏道德判断 平庸之恶的麻木官僚 而是一个自私 善于计算和操作的人物 他的道德标准是相对的 并随时根据自身的需要进行调整 反派人物丰富了电影的叙事层次 促使观众反思人性和道德的多重面貌 坏蛋对于自己的行为 都有着堂而皇之的理论体系 这个世界是多样的 我们没有听说过的人或是行为 并不代表不存在 反面角色专业优雅的犯罪 有助于我们更全面的认识人性和社会 避免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